Hello大家好 今天又是一个拆箱视频 首先我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废物利用的好东西 来给我上道具 这个就是我买的一些调料瓶的盖子 真的我最近发现了新大路 前十三家不是买了一个这个酱油瓶子吗 就是放在房车里面用的 然后卖家没有给我发那个头 就这种头 后来他给我补发了 然后我也收到了 好像也是拍了拆箱视频了 后来我发现 它真的是非常百搭 我经常喝了这个气泡水 居然能够完美的贴合到 然后我就有了以下的操作 看 这个装了醋 这个装了美味些 这样装调味啊 简直是太方便了 一整个废物大利用啊 因为这个瓶子有很多嘛 卖又不值钱 所以我在网上又买了这些瓶盖 哇这个瓶盖几毛钱一个 就是每次你这个调料瓶用完之后 你这个瓶子你就可以扔了 不用洗了 非常的干净卫生 你就可以重新弄一个瓶子 然后把它盖子塞住 对了你也想废物利用 买瓶盖的话 千万要买这种 因为这种啊 它倾斜啊 它会自动开盖 然后放正它就会盖起来 像我后来买的这种啊 它是需要按一下的 它倾斜它不会打开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把它密封住 这个是后来卖家补给我的这个 这个是我后来自己买的 这个盖子要比这个盖子要贵一点 这个筛子简直是我今年买过最实用 最便宜的一个东西了 而且把这个瓶子废物利用了 觉得很环保 我当时发现了之后太激动了 为了这个筛子 单独发了条朋友圈 告诉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好了继续猜快递吧 你刚刚那个瓶盖确实蛮短 还算可以 因为对比你以往买那些废物来说 这个算比较实用的 我以往完了怎么什么 是废物了 你说哪一个 你废物还少啊 那个拨虾的神器是不是废物 这个是精华水的泵头 就是有些精华水 它是直接倒了 有时候会倒多 女孩子应该知道吧 就买了一个这个泵头 然后就特别方便 还送了一片消毒粘片 要消毒了再使用 我买了很多很多那种 墨镜 就是拍照用的 这个是这个音吗 哦对 来搭鸡链子和香烟的 你真的好乌鱼啊 我被你乌鱼倒了 真的好显年小啊 显年小神器 有被你乌鱼倒哦 还有这个 哇 我的眼里满是黄色 还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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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就是拍照神器 就是生日party的时候 或者拍拍力的时候 你需要一些道具 显得整个拍照就非常好玩 好了现在再拍一遍 你没请你选一个 我不会 你选这个 你选一个快点 你做做好 你别跟 要大便呀 我做 你靠近我不了 你看笑 一二 我像是批发市场 去搞批发的呀 还有一副呢 哼 女人 接下来这个东西 也是非常酷的 买一点帽子 出去旅行的时候戴的 一顶牛仔帽 这个就是很适合 出去玩的时候戴 我看有些女生戴的 就是挺辣妹的 但是我戴房子 就是挺 就感觉下地的 干活的 再背个锄头 人家女生 辣妹风 我合身 干活去啦 就差一个锄头了 这种袜子很适合 带去新加西藏 就是西北那种 很荒漠的那些地方拍照的 对了 我之前拆箱不是拍了汉服吗 我另外一套汉服也到了 这一套就是有点鲜 有点煞的 感觉上比上一套 好像还要好一点 确实比上一套 是要贵一点的 送的一些首饰 你们先看 感觉质感不合 这个是裙子 你看质感上面 还有那种金丝铝的那种感觉 这是放在胸口的 它应该也是 它是两件套 这感觉 这个会不会有一点太 这个会不会有一点太 透了 先放着吧 下次穿出去拍照片 拍视频 买了一条牛仔裤 就是很简单的扩形裤 因为我这个腿啊 实在穿不了什么紧身裤 紧身裤 与我无缘 我刚还说紧身裤 与我无缘 我接下来买一条 登登 买了一条 百折裙 哇 这搞笑了 搞笑了 我从来没有穿过百折裙 就在我瘦的时候 我都没穿过百折裙 因为我hold不住 哇不行不行了 哎哟 收服 就这样 你看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 它其实这条裙子 是显瘦的 你看了 小肚子看了不是很明显 这能穿出去啊 半个屁股都要露在外面了 穿全裤了就是 你看 不是抖音里面跳舞的小姐姐 都是穿这种的 这怎么穿得出去啊 怎么穿得出去啊 就是 就这样 我好像没这个脸皮穿 这个就是一条非常 甜辣的小柄子的裙 受不了我自己太娘了 这个裙子确实是还蛮显瘦的 因为我看人家说显瘦 我才买它 刚刚我们拍的拍力的 是不是有了墨镜 就是不一样了 就感觉整个画面不会那么单调了 买了一个那个绷带面膜 就是师傅的化妆棉 洗碗机的洗碗筷 关于洗碗机 我觉得 在我家里还是非常实用的 几乎 也不说几乎每天了 我反正有了洗碗机之后 我洗碗的次数真的不超过 三次 这个是我薅羊毛薅来的 之前我看人家分享说 这副包有一个什么积分兑换 可以兑换一个包 然后我就兴奋算去兑换了 你看看 好丑一个包 还挂了我六块钱的油费 这么小就可以印自己想要的图片上面 我以为是那种有质感的麻布袋 原来是这样子 而且这么小一个 看 你听就非常没有质感 这又是一件衣服 感觉秋天了 把肉藏起来了 觉得自己又可以了 这条衣服简直就是 减零二十岁 就是里面穿一条衬衫的 衬衫还没到 我感觉要去打篮球了 是不是 没有 在镜头里面我感觉自己 像穿了一个篮球衣服一样 就是篮球背心你知道吗 我知道 看又是一件衣服 这个衣服是我为出去玩买的 买了一件冲锋衣 冲锋衣有白色的 有黑色的 还有什么颜色 粉色的 就是没有这件黄色的 突然觉得黄色冲锋衣 黄色的衣服拍照特别的 就是上罩 就是有时候小豆帮我拍一些 无人机的场景 就是我的人不是小小的吗 黄色就会特别显影 看 非常的亮丽 是不是还挺显白的 拍照效果应该挺好的 尤其在那种雪山什么的 雪山或者一些戈壁滩什么的 这种荒芜的地方 戈壁滩我觉得会跟沙漠的颜色会出 因为很近 里面是有那种 那个叫什么姚立荣 还是 里面是这种 感觉好难穿啊 是不是买太小了吗 哎呦喂 怪不得他叫我买大一点了 那个卖家让我买Alma的 然后我说我里面不穿厚衣服 他说那Alma够了 感觉有一点小紧 有一点点小紧 你要把你站起来试一下 这个衣服比我上一件要差 因为我上一件衣服 它这个袖口是收口的 就是收口的就特别好 还防风 也不是说小了 就是你只能穿条团袖 看 可以吗 可以 只能穿条团袖 里面交不了另外的衣服 但是不可能 因为你去那种地方 你肯定里面 温度是比较低的 只能是夏天的时候 去高原穿这种衣服 会比较 我就这么穿一下 我这手臂上都出汗了 接下来看拆一个 就是一个蛮正常的发带 一次拆箱视频 饼干都要营业一下 刚刚叹了一声大气 比较 这个箱子 又重又大 下次跟朋友一起去烧烤的时候用的 我这里就不拆了 因为它有很大一套 图片是这样子的 又是个大快递 哦 怎么那么脏啊 非常的得体啊 好脏啊 是不是简直就是 对了 我买的是三个 因为它有三个盖子 准备买来是放在小兜 它那个书房里面的 我给它收纳一下 它那个书房 我一个星期不跟它理 它就乱成个猪窝一样 最后一个快递啦 登登 我买了一个路由器 我简直对家里的一个网络 显示人无可忍 可能也是我自己手机的问题 我手机信号很差 家里的网络又不好 我们家里的网络是多少兆来着 我是在以前PDD买的 他说跟我说是1000兆 然后他写的也是1000兆 然后我用了两年之后 我发现网速很慢的 我去问他 他说其实这个指标1000兆 实际上不是1000兆的 可能就只有200兆这样子 然后我就一直忍耐着忍耐着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等一下你把它装上去 看看网络会不会好一点 它还上了一个灯 就是这样一个路由器 反正我没做过功课 我是在直播间看到了 我就下单了 好了 今天的快递就猜到这里了 我们在家里的开销 比在外面还要多 没有 全靠 全靠你那些网购支撑的 没有 我都是一些好物 你看我有一个废物利用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